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再赢三场 上星期的华籍仓口成绩很好 赢了十场头马 今天真的是国庆日 其实华籍的骑链成绩都相当好 其实整体来说 近规划迹的练马师和骑士越来越好 不过我想问你Michael 你是系统理论的创始人 李建威和五鹏子今天都很成绩 你确认这两边 他们算不算同一系统呢 你给这个难题 但是他今季一直开始以来 其实李建威和五鹏子的成绩 都是拍照的 其实两个马房都一直都很成绩 可以当他算是先,慢慢再看 你研究了之后记得告诉他们 看看知道怎样摆位 可以跟随这些路数 总体来说 也看到李建威和五鹏子 这些都是贵初 上个月也是 他们出马的数量又会比较多些 我想也是可以反映到贵初的 已经准备妥当的马房 量质都会比较多些 其实我想不用研究 因为这两个马房的斗志鲜明 没有说有没有那些 也有的 博书了没办法 不会说有人不见了那些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研究 有没有系统 那是因为有些马房的斗志很鲜明 而且演出稳定也很重要 我们今季经常都赞 李建威这把演出稳定 其实五鹏子那些马 演出也很稳定 我今天现场我已经叫他老神仙 不是只是赛神仙 看看今天各场投马的资料 看看成绩表 刚才也提过 当然李建威马房成绩很好 赢了三场 其实五鹏子今天也赢了两场 至于骑士方面 何宅瑤今天成绩好 原来这招都行 他现在集中不是跑很多马 但是出来的效果其实也挺好 今天他都三辨 他也做了骑士王 看看今天的跑道形势图 今天全部都跑草地 不过就有两场是直路赛事 看到走着中奈兰那边 有五场投马 走中间的也有四场投马 走外兰那一只 是海田星 直路赛 普遍来计算 走中奈兰比较好 可能今天都是斯加三兰 传统也是走中奈兰比较好 看到了 内兰赢了五场 中碟赢了四场 位置也是内兰的那边 是比较多一点 实际上名率比较高一点 是的海田星是最近的 海南 是直路的 今天那些直路都挺反传统的 有些在内南 内南 有些马走走走走进去 是的 但是海田星好像上个星期 之前才跑完 其实也不够快 都是这些对手 但是这次就快得 这些属于神马那类的 你也很难估计他的演出 真是 他的赛赛其实在那组里面 是很值得尊重的 对 但你觉得他好像演出 不是很稳定的 但是一遇到对手 交不了出来 他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是十场赛事 我们先看看头场 头场就是五班千八米 长些路程的赛事了 不过出马就不算太多 好了 一起步的时候 看到伟大马房的杨威四方 今天用潘顿 起步挺顺利的 但是看到在他内侧 红帽仔这儿走出来 就是一只虫所缘 在来南位置那儿 就见到有只喜悦一生 走上来 这个时候 见到杨威四方 就上回来这个第三位 后一点有马匹黄色衫 见到活力多多 都不后了 都摆到在第四位那儿 内南位置白色衫 就是这个满载归来 在他开辨 就是赤子红心 在后一点的马匹 就是威力声 他就顶了出去的 在他内侧红色帽 就巴巴闭了 接着内南位置 见到黄色衫 就是这只马主声辉 在尾那匹 就是一只皮具大师 跑到千八米赛事 数了一转马之后 这次序都没有什么改变 从所缘还是自己放紧 杨威四方这个阶段 都是大概在一个身位之后 不要迫他 在内南还是喜悦一生 接着就有这个活力多多 然后内南位置 见到就是满载归来 然后就是这只赤子红心 威力声就真的 一路都没办法放进去 他就走了三叠 然后就再见到有这个马主声辉 在后一点的马巴巴 退了到尾尔 在尾那部分 还是这只皮具大师 好了 差不多就转弯转了一带半 就来进直路的时候 然后这里的杨威四方 开始收窄他和从所缘的距离 接着他那只活力多多 亦都亦步亦吹 看来都是把目标 放在杨威四方那里 看看可不可以挑战一下你 好了 去到最后三百多米的时候 这里一骑下去 活力多多又不是怎么加速 反而杨威四方 这里撒开大埔 逐渐将后面的马匹抛离 在活力多多内侧的喜悦一生 骑下去有少少反应 开面打上来 还有一只满载归来的 五班赛士 这里看到杨威四方 都扔了几个马位 赢了这一场赛士 第二名 看到灰马的喜悦一生 临场起飞的喜悦一生 真的有些表现 过往其实三甲不入 那只马 今天就放在前一点 因为早上的步速又不快 是呀 开头 他当位好 就是了 顺根出来 不然有只失望一点 那只活力多多 想着他跑长一点 应该会更好一点 他回来都 坏也没有 你可以说他跑得密 不过其实以前这个马房 马人不怕跑得密 无敌精英那些 就跑得密 会不会还是还没摸准呢 可能原来不是摆前一点 会不会都是摆后一点追人 那些势头会吸引 但这一场你的步速不快 你不摆前也很吃虧 他已经守着一个很漂亮的位置 有些遮挡 其实大致上都跑得对 大致上都 看看是否在路程中 会不会还要再长一点 大约50都上名 1800都没有这些位置 最初看看是否因为跑了二叠 大跑一跑 其实那些二叠马也没什么所谓 因为赢了那只都是跑二叠 但那只能力上可能高一点 大超级 其他都是铁蓝马跑得好一点 消灾一生 满载归来 他们都贴牌 都是贴牌的 是的 想着徐宇石今天也应该开齋 那巴巴闭其实他没有 原来有事 真的没办法了 他又喘名了 巴巴闭常常有喘名 喜悦一生这儿就移出来 跟着那只都没错 杨威四方那只都大脱了 开变就满载归来 梁家俊也是比较最后 也是靠他打回来 我认为第三者就 都挺弱下的一组 二三名的 都三甲不入马来的 过往 所以就说这只活力多多失望 其他就没什么特别 那些威力声出来 都是乱了龙的 那些话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13秒97 第二段23秒12 第三段24秒36 第四段23秒99 总时间23秒05是没断 总时间1分48秒49 都赢得挺清脆利落 杨威四方 接手第二次的赢了 今天摆了强阵 很厉害 那先看看威达有多威衰 看,这鞋子已经增弱了 他比我第一次赢了 但我觉得这鞋子已经增弱了 从那第一回合 Zak Sus的速度很快 他们也很慢 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 但他肯定不是你一般的地球 他仍然很比较,加上一些比赛 他可能会加上太多比赛,但我愿意赢 好像说反话似的,多谢潘顿 不是,他们合作也不错,是沙田 可以看看那个表 其实伟大潘顿田草赛事合作的成绩 合作了20次,成绩三贯,九个第二 没有第三,其实胜出率15% 好像不是很高,但上名率高 入Q率高 其实都是入Q率高,六成入Q率 林昌的镜头捕捉得很好 看到伟大和潘顿言谈甚欢 又不用拆他鞋,谈得很投契 所以捉得到第一场这马 我想很多朋友中得到的马尼 我想这马尔500是超级 当然他赢了对手不太好 刚才说过了二三名,过往是三零部队 就算第四名的活力多 很多人都说他失望 其实他都是上一次才第一次上名 那组的对手其实是很差的 但我看就是活力多多 可能都是有那种想赢的决心 有时就是 你钉住了自己的主要对手 可能其实就不是很适合 或者不一定适合他的跑法 他跟杨威四方上的时候 他用多了力 因为杨威四方始终也超级 他与你法力的位置 始终也会有些分别 五鹏之有很多想法 路程配备各方面 搞得好都不奇怪 虽然现在脱了位置 但他又不是落后二三名的好远 是 那先看第二场 第二场是四班直路彩一千 潘顿赢了头场之后 这场的红海风帆的热情更加厉害 看看起步起成如何 他都很积极 立即起步 先推几步 先放在前面走 先不要落后 本来这里占仙一点 不过开面看到了 海豚星今天的前速都不错 这里瞧一下你 红海风帆你顶着我 不行 我要再快点 这里海豚星带出来了 红海风帆 守回你的第二位 接着在外南位置 就是这个转式吹灿 再在中间位置见到这一只 就是万事靓 然后内周黄衣 旗宝 然后还有仪昌精神 再后一些有鑽石 寶寶 再后一些有保利生辉 夹了在大概 现在的尾四位置 旅游高球 落后一些 就是那些游游我心 四喜鸟 至于近内栏 就有一只 落后一些就是佳鑽衣 不过都开始上升 好了 说完之后 已经是差不多到最后200米 这里当然是看那只 红海风帆 这里过海豚星 但是打下去好像过极也过不了 反而海豚星 在这里扔掉了它 而这只红海风帆的走势 最后九年还约买 给了内周那只佳鑽衣 过了 还要被四喜鸟过了 位置都没有 那又是一只不值得 马王级赔率的马来的 其实声明都不是这么多 不过你都打算爆 那一场马 看是爆哪一只 但是海豚星以往就跑新鲜 好 上次跑到一塌糊涛 是啊 上次其实 希望它会跑得好 跑新鲜 还有冒险东跑上次 都是一些熟手 但是早段 其实上次 无论是骑极也不够人快 今天换了它 稀威心上去 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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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到外南 海豚方法又被它埋 海豚方法其实不快 它顶住了后面的马 那些转式吹灿 那些全部跟着它 旅游高球 全部跟着那条线 没有位的 它又不快 它又加总不到 后面的马 顶到陷了 反而那只 摄得到的位 那只四喜了 都很辛苦才找到位 其实外南很堵车 因为最主要有转式宝宝 它就决定向内南那边找位 就变成了 露了空位出来 给它四喜了 但是就迫了中间那堆马 有多多堵车都堵车 那些旅游高球都堵车 那些都堵车 回来看看第三名张照 四喜了 就尝尾都找到位捐上来 拿到第三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12秒94 第二段21秒14 末段22秒82 总时间56秒9 我想潘顿现在有决定 影响队场爆冷 如果空海峰帆 早段积极多一点 先走了一会 那海团星就没那么容易 那最主要的问题 你拉快一点 像你所说的 后面那些什么 鑽式吹灿 旅游高球那些 就不用迫一块 因为它们跟着空海峰帆 你不快它就动 不可以在旁边 所以 不过这场赛前体 都知道 那些穿马很容易爆冷 终于那些走去内南的 那些无际无阻 那些都冲得好 戒砖衣 戒砖衣 打算是否都要下班 又在外南 包括苏惟然和蔡明啸 上半场好像主帅 一只跑到苏惟然的马 都不止一只 那些冷位走进来 苏惟然今天 都有招牌马出赛 通常出这些 震仓宝 身力高升 那当然要为马去配合一下 那些 又说一下新年马士 廖康明 他都派了若干马上阵 演出马马 他这些马 早上外观就吓死你 很漂亮 他常常有纳纳令 试杂的时候也试得好 但出来跑好像不是那件事 是啊 其实我一两次赛事 我都捧过场 因为真的做得挺好 你觉得他 试下去也挺好 有些马可能是分尽 但有些马其实减了很多分 你又觉得他处理得挺好的手法 但出来的成绩 其实有一般的 都好几只 现在都是有上名 但数目就不多 我觉得是失望少少的 到这个阶段为止 不过就如果参考好像上季 黎超声可能都是要过了一轮失望期 然后才有这些公司 黎超声那些马还没靓 你看他还没靓 跑得不好 要忠视 但他的马早上都好 而跑得不好 当然大家还要继续观察 又不可以说 跑了六七人 就是一下段雨 摸摸其他部署上的东西 再下点功夫 可能看了两场赛事 我们先休息一会